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淳宇 今天是2023年5月2日 星期二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首先據報官堂有一宗自殺案件 相關男護主留下遺書 不過他自殺的原因竟然是和家裡滲水有關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這宗悲劇 日前順利村有一個父親涉嫌遲刀恐嚇兩名子女 被告最新的情況如何安排 據報案件週五是再信 和各位了解一下相關最新的法庭消息 另外也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事故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淳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路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說家裡的客廳滲水超過以連計 受到困擾 觀堂長和苑的南湖主留下遺書墮樓死亡 報道的內文提到 今天5月2日凌晨3時左右 警方接獲一名住在觀堂長和苑和通國54歲姓周的婦人報案 指她的丈夫留下遺書過後不知所蹤 救援人員接報到場搜索 在平台位置發現男事主昏迷不醒 頭部肉血 隨即將她送到聯合醫院搶救 不過底院過後已證實不致 人員經初步調查 相信聖王59歲的事主 從上指的一個單位墮樓 遺書內容透露她 受到家裡滲水問題困擾而沉死 事因有待驗屍之後確定 據了解聖王的男子和太太 有兩名兒子 一家四口住在上指單位 聖王男子任職保安員 她在上星期日4月30日和太太前往內地旅遊 到今天凌晨2時多才回家 想不到回家沒多久就發生慘劇 當時聖王的妻子在洗澡後在客廳桌上發現遺書 並發現廚房窗打開了 大驚之下連忙報警求助 警察、消防及救護員接報到場 發現男事主昏迷倒臥大廈平台 將她救出送院 可惜搶救後證實不致 消息指自去年開始 以聖王的家中說單位客廳、長身、滋水 護主已經向相關部門反映 但滋水問題一直無法解決 男事主大受困擾 警員在現場檢獲聖王男子的遺書 內容大意是因為滋水問題 情緒難以平復 十分痛苦 要以死解決等等 現場所見 聖市大廈外場正在進行維修工程 大廈康間指工程已近尾聲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怨死者安息 不過相關死者的自殺原因 在遺書披露竟然是因為滋水問題 一直以來無法解決 而這個護主曾經向相關部門反映 哪些相關部門會不會滋水白事處 還未知道還要有待了解 不過內容內 即遺書內都說到 護主的情緒難以平復 十分痛苦 最終要以死解決 相關太太見到遺書時間已立即報警 可惜相關藍護主送到醫院時間已證實不止 另外亦講講這宗消息的進展 根據HK01的報道 順利村的父親涉嫌持刀恐嚇兩名子女 被告仍留在醫院交給警方看管 案件在星期五再信 報導內容提到49歲無業的父親 在日前4月30日疑似因為瑣碎事和兒子爭執 涉嫌持刀挾持兩名子女 警方接報到場抓了父親 無業父親被控兩項刑事恐嚇罪 今天5月2日在觀塘法院提堂 由於被告仍留院而未有出庭應訊 案件押後到5月5日 及被告可以出醫院的較早日子再信 期間交給警方看管 男被告報稱無業的49歲被控兩項刑事恐嚇罪 指他在2023年4月30日在香港九龍受貿平順利村 尼康留某個住宅單位 分別威脅男子X和女同Y會使其人身遭受損害 意圖令兩人受驚 另外亦看看相關報道 根據HK01的報道 順利村草扶雙刀挾持子女 兒子躲在廁所避劫 就說如果沒有門的話 我可能已經死了 報道的內文看到 其實這宗案發生在星期日4月30日 當日中午父親遲到挾持11歲女的案件 警員破門入屋救出女童 並以涉嫌刑事恐嚇和藏有攻擊性武器 抓了女童49歲的父親 案發時間屋內還有涉案的父親 事發時間屋內還有涉案的父親的17歲長子 幸好她及時躲在廁所避劫 她的母親引述兒子表示 如果廁所沒有門的話 可能我已經死了 以上來自HK01的最新報道 近日順利村有一宗 父親涉嫌持刀恐嚇兩名子女 最新的情況是被告仍然繼續交給警方看管 而案件預定星期五再信 又或是父親出院再信 這件事相對嚴重 佳恩兒子說當時及時躲在廁所避劫 鐵門當時被刮到變形 即是父親拿著刀不斷刮 結果最新的情況是法庭說會押後一點再提訊 另外轉看本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將軍澳私家車是撞惠康貨車 司機被困頭破血流 報導的內文提到 在今日5月2日中午12時23分 一部惠康貨車在將軍澳晉昌街7號對開 和一部保馬私家車相撞 保馬私家車的司機被困車內 頭部受傷流血 救援人員到場把她救出 並為她包紮 她清醒送往將軍澳醫院治理 貨車車頭撞位的 砰把甩脫 警方正在調查意外原因 今次已是一個月之內 將軍澳工業村發生第二宗 涉及惠康超市貨車的意外 話說上個月7日早上10時 一部惠康超市貨車 由鎮光街進入鎮昌街的時間 正正在鎮昌街9日近星島 新聞集團大樓對開 失控反則 並越線與另一部九巴相撞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又是惠康的貨車 不知為何這麼巧 一個月之內已經是兩宗交通事故 事件仍然在調查中 無毒有藕又是惠康的貨車 另外亦講講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青衣有個少年 遭到超過10個人用鐵通、鐵取為藕 肉血送丸 報導的內容提到 在昨天青衣長亨商場入口位置 一名15歲的少年突然遭到10人為藕 而反而鐵通、鐵取等施集 特首過後往巴士站方向吐去無蹤 救護員接報到場時 少年受傷肉血 送馬加列醫院救治 遇襲原因仍然有待調查 現場消息指 少年事後報稱認識其中一名試襲者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又說和治安都有關係 昨晚青衣發生 少年遭到10個人用鐵通、鐵取為藕 不過為藕其中一個人 少年認得出是認識的 估計事件很快會有下文 另外亦講講這宗消息 這間車的男司機被圖人發現 到我在天水圍天壽路中間 頭部重創昏迷 由救護員送我天水圍醫院搶救 可惜延至凌晨5時12分證實不止 警方正在調查事故原因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暫時未知意外的發生經過 相關的鐵騎士是重創吐血死亡 暫時還要了解一下 為何當時他會猛撼路邊的拖頭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